这场戏 之前吧 就是我第一次跟你 就是这个透过感情 自己是这个 表达感情 第一次说这么多 因为之前 我其实跟你 没太多交流 这次真的就是一个 为了理想 为了理想而现身 对 两位老师 之前有没有想过 关于立下的节目 会这样的 你想过吗 没有 我觉得还蛮吸引他 我也还没有想过会这样拍 对 它是一种 其他的表现手法 我想到立下 想到节气的话 我感觉一般会与 中国以前一些传统的 过立下的一些方式观 我觉得会跟食物 有一些小小文化 对 就像送你那个信字 对 就是一个贯传学 就是一个信字 对 然后我觉得也跟今年的日子有关 就因为今年底下5月5号 然后五四青年节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把立下和青年 这个向阳儿生 蓬勃生长的一个状态就结合起来 包括我们在车火车站交流的那一段 我们就是为了千万个等等而去的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像夏天一样 非常的智力 就像小白刚才说的向阳儿生 就是我们一定要是 心中有立想和信念 要朝好的方向去发展 而且这种夏 夏三宝是一个很阳光的季节 对 而且我觉得 我们祖国更多的青年们 肩并肩向前行 无论为自己小小 还是为大家都向前不停的奔跑 然后朝着太阳 然后向前进步 奋斗的一个状态 阳光和希望 对对对 预意的吧 预意很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